大家好,我是秋子 是的,奶奶走了 走了好些天了 每天呢,我都会到她房间里面坐一下 真的挺想奶奶的 感觉很不习惯 这些天呢,每天都有很多朋友发私信过来 问秋子家里面情况怎么样 奶奶的后事处理的怎么样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默默的支持与陪伴 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呢 奶奶的后事处理的非常的顺利 感谢大家 很多朋友都在问 秋子什么时候才能够继续更新视频呢 我们非常期待你早日回到大家的视野 怎么说呢 四年了 这四年以来呢,我陆续失去了四位自亲 一个是我的爸爸,一个是我的姨妈 我的爷爷,我的奶奶 这四年里面呢 我从一个小女孩 顿时成长成为了家里面的顶梁柱 有的时候呢,真的觉得肩上的重担 压得我很重很重 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有的时候真的很想逃避很想放弃 但是 大家对我的鼓励以及默默的支持 给了我无限的动力 我会勇敢坚强的努力的走下去的 等奶奶的头期过了 把家里面安顿好了之后 我会整理好自己的心情 回到生活正轨 继续跟大家更新视频 分享我的农村生活 我相信那个积极乐观 阳光开朗的乡爷丫头 会早日回到大家的事业的 希望大家可以耐心的等待 接下来的路呢 我希望大家还是可以一如既往的 陪着秋子 勇敢的走下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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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